你尝试过绝望吗 你以为生命无路可走就是绝望吗 可是真正的绝望是你在看到生的希望后 最终依旧走向死亡 保罗进来时发现自己在一个密闭漆黑的下带空间 身边只有一个打火机和一个电话 以及一纸笔 微露了火光照亮了死丝封闭的木板 这是一个盒子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口棺材 他就这样被活活埋在这沙土又有阴尺的地下 压抑而窒息让保罗失去的理智 火焰一顿顿南京氧气 正在夺走趟火生争的生命 他到底是怎样被埋在这里的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卡州司机 为了多赚一点钱 而不顾其执行大的反对前往伊达克运送物资 可是直到某天突然遭到伊达克恐怖分子的袭击 但奇怪的是恐怖分子绑架的他 却并没有立即杀掉他 那他现在的处境却并没有比死掉更好 他恐惧地搜寻机上所能利用的物品 他用颤抖不移的手 慌张地按下一张指条的火机求救电话 电话接通了 保罗无法控制情绪地说到 自己遭遇恐怖分子的袭击 通常的司机都被抢杀了 而至于此刻 正在被埋在伊达克某个沙漠的棺材中 但他对方完全不关心保罗的生命状态 只是质疑保罗为什么没有被一起杀掉 强烈的死亡压迫和求生欲 让保罗毕临崩溃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没有被杀掉 可是此时时刻 难道有比营救更为重要的事情吗 显然对方完全不想因此增加负担 在得知保罗是美国公民后 只意建议保罗转回自己的国家 他失控地挂了电话 接着他打电话给家里 给妻子拎打 那个电话那头 始终只是传出冷冰冰的流言应答语 保罗竟然压抑着恐惧 向妻子留言 出名自己处于棺材地的境地 他要怎么办 他要怎么做 难道等着火焰来消掉棺材内的最后一丝氧气吗 自己永远被埋在一个谁也不找的沙漠里 他还没有死 他还有希望 回到最后一刻 他绝对不能放弃 他重新拨通国际电话 直接转接国内芝加哥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出礼貌严谨的女生 保罗焦急痛苦地再次讲述自己的处境 并可遮对方紧急营救自己 后来他说话的过程中 信号突然中断了 这让保罗疯狂地大喊 焦急地轮到身体 寻找信号 可是接通后 却依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救援 而是让保罗就寻找 自己所认知的公司的帮助 什么是绝望 绝望就是在一次次失望中 所累积的无路可走 保罗将公司的电话号码 记载在木板上 然后补了过去 可接到电话的人甚至没有听他说完 就直接转接公司的人事务经理 人事务经理的电话 就传出机械的语音应答 保罗抓住这根救命的程座 一次补入了讲述自己被袭击 以及被红埋 能挂完电话后 保罗已经筋疲力尽了 但是他不能停止求救 这其黑的空间随时都在威胁他的生命 有时候比直接死亡更痛苦的是 一半生一半死 那到底是生死死 自己根本也就不知道 而此时的手机电量 只剩下三格 他的生命进入到即时阶段 突然 他在翻看手机的过程中 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他他的期望拨了过去 让对方的声音 如如地狱深处 传来那般刺骨冰凉 保罗第一念头 就断定对方为恐怖分子 把他活埋在泥沙中的 不能称之为人的人 可是保罗依然求他放过自己 他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合同工 可是这样解释 对一个没有人性的恐怖分子而言 要多无力就有多无力 这本就是一场血腥的杀害 理由 只是让人生得更明白罢了 但是恐怖分子明显 还不想过早结束游戏 他提出保罗只要在晚上九点半 给他五百万美元 就能放他出来 可是比前对一个卡泽斯基而言 根本就拿不出来 和恐怖分子却不管那么多 还信任的说你可以求助美国大使馆 事件已经越来越失控了 恐怖分子的制造的恐慌 对于保罗而言也越来越深 但是在他们眼中 保罗的死活完全不重要 虽然希望渺茫 但是这个保罗还是通过电话 查询到其他闺蜜的电话 难堪的是 对方一听到是求救电话 竟然迫不及待的想要挂掉电话 保罗握紧电话 且是第一的时候 求他帮忙找政府的电话 刚让政府求助电话拨通后 保罗提出要政府帮忙拿钱救自己的时候 对方坚决的拒绝了 并且还义正言辞的说 政府从来不会有恐怖分子谈判 并警告保罗不要把时间扩大到媒体那边 且难道在乎的 就是不要让保罗损耗的国家利益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感同身受 作外公鸟式的人 怎么会明白被红卖在地下的保罗 所遭受的痛苦 信心的是 对方还有一点良心 把这件事转给了伊达克 专门研究人质的负责人 布伦娜 他一挂断电话 恐怖分子就拨进电话 催促保罗快点拿钱 在听到保罗无法支付这个价钱时 竟然干脆地把数金降到了100万 并提出让保罗利用被放置在棺材的 另一头的荧光棒 手电筒 小刀 录制一段被恐怖分子埋在棺材的视频 过后 连续营救小组的布伦娜 打来了电话 他已经了解了保罗的所有情况 布伦娜 是唯一一个设身处地的 为保罗着想的人 他让保罗 假装录视频 与恐怖分子周旋 他专业的话语 让保罗拦截了生的希望 只要他正在被救援 那就有无限的希望 他渐渐安静地 躺在漆黑的空间中 灵魂的呼吸 忽然 一条滑动的响尾蛇 无声无息地 从他身上爬过 此次的突袭声 刺激了保罗的神经 下载的空间 根本不允许他做出太大的动作 幸运的是 他冷静地用火光 逼头有这条巨多的蛇 正当响尾蛇 保罗从棺材办的缝隙 爬出去的时候 电话铃声突然坚略地响了起来 铃声停止后 一段视频被传了过来 视频上 就自己被绑架的同事 因为没有遵从恐怖分子的话 而被强决 而被流出的视频 引发了渲染大波 连击量 骗个上万 可保罗再次面临生死考验 他头顶的木板 因为空袭 而受到了强烈的破坏 压在上面的沙土 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棺材 压榨保罗 有限的生存空间 当公司的人士不经历主动打电话给保罗时 保罗以为自己有救了 可是经历 丝毫不管保罗的死磨 只是一本正经地打开录音 以为的家属在保罗身上 强制和保罗解除了合同关系 人民和公司的利益 孰心孰重 简直好悬念 内心的丑恶 也不过如此 保罗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中 他录制好给契鹅的最后话语 准备用小刀 隔破自己的惊动脉 可是在此时 普伦娜再次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 已经找到了恐怖分子 让他不要放弃希望 自己正在全力营救 保罗怀疑地问 你们曾经救出过谁 普伦娜沉默了一下 搜索了一个名家马克的26岁医生 虽然不知道真相 但保罗依然选择相信 他似乎看到地面上的阳光 擦在自己眼上的场景 他再次拨给妻子 可电话依旧是机械冰冷的自动回复 随着沙头不断涌入棺材 就在药块被完全掩盖时 令人绝望的恐怖分子 再次打来了电话 并与保罗饥饿的性命要挟他 录制看下自己手指的视频 保罗不理解恐怖分子 为什么还能跟自己沟通 但是饥饿的生命刺激着他 毫不犹豫地冷痛 切下了手指 视频发过去 保罗已经虚脱了 尼赌野蛮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他已经不指望自己能活着了 但可能是上天联命 妻子的电话 在手机最后一格电的时候 打了过来 他们寄不成声地 忽疏着这最后的爱意 当挂断后 不论拿电话打了进来 他急速地说 自己正在出去掩埋了沙子 马上救人到了 保罗的眼神 瞬间崩发出渴望 只要沙子完全掩埋他的最后一刻 他听到布伦娜 沮丧了声音 天啊 是马克 他们挖错了吗 而马克 早在两周前 就已经被活埋了 在最后的绝望中 伴随保罗的救救援队无数生的道歉 片名 活埋 这是一部机器现实的影片 我们的生活就好比一场活埋 虽然你没有得到追踪的救赎 但是你依然需要不断地去争取 因为 是一拿不准最后的结局 如果放弃 那将必定是绝望 如果坚持 或许 还能够看到希望 没有甜蜜的鸡汤 就无尽的现实 生活 本就是如此 没有绝对的存在 如果现在的生活非常绝望 你除了不断地寻找希望之外 你没有其他选择 因为 你必须怎么做 我是少年 如果一起忘了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